欢迎收看我的视频的我是海黄 那么这一期又是我们的小小题 我们专业测评的第三期 那今天我们要测评一些那些奇怪的小乐器 让我们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很像雷的声音 对 它会模拟打雷声 我听听 响不响 是恐怖片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的表情很恐怖 还不错 还不错 还有一个 还有个更大 霸雷 大雷 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闭上你们双眼 享受 呃不是 享受一下 现在外面是这个乌云密布 外面伸手不见五指 下着非常大的倾盆 巨语 然后 这个时候 你 听到远方传来了一声 又来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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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 很像 好像 超级像 这个大捅的比较像 而且摸底下那个小弹簧呢 它就不打了 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它可以让你模拟出混险 混险 给你们试验一下 哈哈哈 就这个东西 你又晚上在大半夜把你的小区里 你现在先晃一下 再晃重一点 然后再说你刚刚的事 明明小区就是你的了 当然不许这么做 嗯 真实 不许太行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就是扰民你知道吗 对对就是自杀自己玩玩还可以 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好 这是个乐器 这是一个理声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今天并不都是乐器 对对对 三个 初音未来电音磕挡 这个初音未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它具体怎么发声呢 就是首先你需要按着上面 没电了 没开呢 没开呢 没差电池 没差电池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比较 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小乐器 可以 所有观众都知道 真的吗 真的 肯定所有人都知道 对 大部分 对 应该吧 小奥会过生日了 给小奥拉出歌吧 小奥拉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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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后期的小度 这里我要纠正一下 这是溜溜底 还不是鸟上 这俩小笨蛋 整错了 给大家吃一支 对 这是生日歌 这是生日歌 哈哈 这个 哈哈哈哈 找人给人送走了 可以 可以 那我们看下下一个 看下手风琴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我们收拾尴尬这个功能 可以放歌 这是一个给baby玩的一个乐器 然后它这个地方还可以解压 小孩要解压什么解压 大人在旁边听着小孩闹不得解压吗 哦 这么帅啊 对对对 下一根 馋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就是首先把它垂直下来 然后可以转 它摇慢是一个事 摇快是一个事 慢慢来 还是一个声啊 这是慢的 那它看着呢 不描入箱 让你体验夏天的感觉 这个东西 就每个地方 每个各个地方都查的口音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那观众朋友们 你们那个地方 馋的口音是什么样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 叫一下 哈哈哈哈 第一个 刚刚才都差不住啊 但是它是个 我听听啊 还有下一个 我怀疑它是一个场数 我感觉也是 那我们看下一个 鸟色 这好啊 这个不错 这个更清脆一点 这个像鸟 嗯 这个像鸟 这个像鸟 来一首白鸟嘲讽 来吧 来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反正少不过吗 一百只掌机 我不是差不多这个样吗 对对对对 下一个 这就是一个木头 这是一个这个 猫头鹰叫 猫头鹰叫 对 哎好像还真的呀 好像是好像是 有了它你就可以 Cosplay猫头鹰 来确实 下一个 接住了啊 嗯嗯嗯嗯 还挺沉的 哎里面还有个村 还有个村 高丝 高丝头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呢 咱记得的 增加记得 是吧 功德 巧合一下 哈哈哈哈 这个可以发出空灵热声 我听听 哇 用功德了 长了一个功德 再来一次 啥哈 功德阻断 哈哈哈哈 哇哦 可以打坐了 确实 冥想 冥想 这是流乐器吗 对呀 这就这么点啊 对呀 这什么玩意啊 火柴盒 这也是个小鸟 哎 不鸟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对对对对 哦 那是个盒啊 这是个盒 小鸟 你说这 来看一下 哎呦 这个好像 哎呦 有点难受 听这个声 不知道为什么 闭上眼睛听 你在教室里 哦 在教室里 有人在扣黑吗 我在教室里 老师在写字 对 老师在写字 然后那个 粉笔头 没写上 对 然后就 然后 对对对 然后再找 对对对 就这个 来说吧 这样 哈哈哈哈 下一个 卡主迪 对 这也新鸟啊 这我就会啊 这啊 这谁 这新鸟啊 我想要吹一首 说说快乐 你吹 你没看衣服 我模仿发动机的声音 你模仿 现在你开了那样 不加的威劳 啊 起动 扫入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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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掉了 壞了 猛了 猛了 猛烟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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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哈哈哈 这个很像我感觉像风吹落叶的感觉 也有那个感觉 下一个 这怎么有个个底啊 这是红豆 红豆加个底 做美食吧 这是干啥呀 对呀 没见过 都见过呀 我说你看啥呀 我模仿一下海浪的神 你要不咱去看看吧 哈哈哈哈 太小了 太小了 人家那种是 人家模仿海浪是那种很大的一个 然后里面慢慢的这么弄就会有 下一个 发型发明桶 这个东西怎么用的呢 就是拿这个小瓣 哦 这样出发的叫声 对 下一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得好玩 给你们掩饰一下 酒不宴会干吗 什么酒不宴会干 这是每一个是每一个阴姐是吗 对 然后可以敲出一首歌 对 来了 哎哟 哎哟 这一天过一万个声 可以啊不错不错 我还没发骚扰了戏 对 嘿嘿嘿 豪哥再过个生日吧 再过一个 对不起 说毛小乱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个好 就你有点不俗 有意思哈 对对对 每个猫 按他就出车了 对 每个猫按他都会出车 还是喵的那种声音 对对对 再一个 哎呦 放着面了这里面 给大家瞧瞧 给大家看看 这个东西叫空脸谷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声音 别处呢 哇 这个听着很舒服 对吧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音阶 非常好听 非常清澈 非常治愈啊 是吧 对啊 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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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吧 一遍敲敲 万敲你看看 不管怎么乱敲 它能不能成为一首歌曲 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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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这边闭眼敲得还好听啊 确实 音色怎么敲得好听 很治愈 很治愈哈 你下一个 这是一个 狐迈黄童口气 首先 你先放个小脑 首先 这两根手指刀夹住它 然后拿大拇指顶住它的屁 然后把它放在嘴上 我动这个东西 你要不对嘴巴了呢 你没事了 这晚上你说这神奇 一张嘴上 一张嘴上 这是拿你嘴当音响是吧 有可能 对 对 那什么呼比这声呢 没了 就这一声 可以了 足够了 这么小小的东西 对呀 来下一个 水琴 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模拟恐怖音效 首先这个东西里面要加一点水 让我们听听多恐怖 听啥 再来个更恐怖的 这也是那个吴 滑它呢 哇 哇 音阶的感觉 音阶非常音阶 就有一种那种冲没灌烟 然后吹风那种感觉 音阳的那种感觉 音阳 还不错啊 就是你慢慢滑的时候有那种起背发凉的那种感觉 是的 音阶的吼 你反过来滑呢 一样音阶 确实 越来越音阶 越来越音阶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这个恐怖配音 警警演绎 在一个清盆大盆 清瓢大婆 对 清盆大雨 在一个下水雨的晚上 打个非常大的雷 你一个人在家 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你总感觉窗外音阶约的 有什么东西 突然 又打了一个雷 雨比刚刚小的不少 你突然 听到了 雨又开始下了 非常大 你觉得窗没有关上 窗帘 被风吹的微微飘起 你准备穿上锅鞋 去把窗给关延 你不敢看窗外 你把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缓缓地看见到窗外 你发现窗外什么都没有 但是突然 这个视频结束了